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介绍模式对象的第二种 就是视图 视图呢,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虚表 也就是虚拟的表的意思 为什么说它是虚拟的表 首先我们看它,既然有表的存在 就说明我们可以像操纵表一样去操纵视图 但是呢,它是虚拟的表 就意味着它的数据其实本身并不存在 那它的数据来源于哪里呢 与虚表对应的应该叫做基表基础表 它的数据是来源于数据库中真实存在的基表 好的,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创建视图的语法 Creat 好,中括号 All Replace 中括号Force Low Force 然后关键字VU VU VU的中文就是视图的意思 Creat是创建 创建视图CreatVU 好,括号 Allows 实际上这个Allows也应该是加中括号的 接下来 接下来Earth Earth之后跟的是Sub Query 自查询 接下来再跟着中括号WithCheckOption 中括号WithReadOnly 所以先说一下中括号的意思代表可选可不选 可写可不写 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示例来演示创建视图 这些中 Norman www. LieutenantCreatOption 这些中括号的数据通通不要 只要有非中括号的 Creat VU V W E 就是VU的名字 Earth Earth 好,运行看一下 诶,权限不足 权限不足只能说明我并没有创建仕图的权限 我当前用户是Squad用户,怎么解决呢 我们可以给Squad用户赋予这种可以创建修改仕图的权限 好,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可以用CQ Plus工具使用超级用户 登录 SYS DBA 可以修user一下 SYS,接下来我可以ground一个角色 DBA to Squad显示授权成功 接下来呢,我再创建一遍,还是会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在P2C口中哈 我打开了一个C口窗口 那么实际上它一直认的就是之前的一些东西 如果这个时候我改变了它的一些系统级的东西 比方说给它赋予了一个权限 这个C口窗口我必须得重新打开 OK,在左侧的VU,这个文件夹中出现了VWE 这个就是创建仕图 我们会发现哈,我们创建仕图的S语句之后实际上跟的是一个子查询 也就是说这个仕图中的数据其实都是来源于这个子查询的 但是仕图又是虚表哈 也就意味着我们之前操纵表的一些语法 比方说是增生查询 实际上是可以作用在仕图之上 只不过呢 仕图里存储的并不是真实的数据 而是一个子查询 我们操纵仕图中实际上就相当于在操纵子查询 仕图中的数据是来源于机表的 EMP表就是机表 好 那么既然我仕图中的数据是来源于机表 那为什么我还要有仕图这样一个对象的存在呢 我不能直接操纵机表吗 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 在我们的真实开发过程中 机表的列呢 其实是可以有非常多的 很可能一张表都有一百多个列都有可能 那么我们在操纵一些 显示一些具体的信息的时候 可能我是不需要机表中的那么多数据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采用仕图 只会使用机表中的某一些数据 这样有一个好处 我可以隐藏机表的复杂性 而且我操纵仕图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数据是来源于哪些机表的 再有一个 仕图中的机表的子查询 可以很复杂 当然我这里很简单 它实际上是可以非常复杂的 它可以是N张表的连接查询 甚至是分组查询等等 好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我创建仕图的话呢 我就不用每次去写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子查询 好我可以直接就调用仕图 就OK了 相当于我已经把复杂的查询存储起来了 每次去调用同样一个 这些都是仕图的优点 那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然创建仕图的语法肯定不仅仅限于刚才我写的这一步 还有这么多中括号的存在 那首先看一下 如果我在仕图已经存在的基础之上去修改 就必须使用的是 Create or Replace View 好 看一下 这里小括号别名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写的EMP No.1 Elem 1 也就意味着我的子查询出来的结果 EMP No.和Elem列 不再是表真实的列名 而是给它起了一个别名 EMP No.1 Elem 1 好 接下来我可以查询一下 出来的结果的列名已经变成了EMP No.1和Elem 1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个Force Force是什么意思呢 Force是指基表不存在 我也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仕图 而NoForce呢 如果基表不存在 我是不能创建仕图的 比方说现在我并不存在一个EMP No.1表 OK 如果是写上LowForce 是绝对不能够成功的 但如果是写Force 它竟然还成功了 只不过我查询的时候 它会说VW1的这个子查询是出错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把仕图修改成功哈 再看一下这个创建仕图的 Oriplace已经讲了 Force LowForce也讲了 Alios也讲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 WithReadOnly和WithCheckOption 先讲一下WithReadOnly WithReadOnly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这个仕图只能读 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疑问了 难道仕图不仅仅只读吗 我还可以增山查改吗 我还可以增山改吗 答案的确是肯定的 我可以增山改仕图 好 我又把仕图改回来 改成不是指读模式 接下来呢 我做件什么事情呢 我想修改 修改仕图 SetElemE等于什么呢 SmithE SmithE Smith2吧 Where EMPNo.1等于 7369 我在这个地方是把Smith改成Smith1了 现在我要把它改成Smith2 看看 OK CNAC的新 竟然成功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可以通过修改 试图去影响机表 看一下 机表中的数据有没有改 因为试图里面是没有数据的 它只是一个只查询哈 看一下 果然 影响到了机表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很好地理解到了 WithReadOnly了吧 WithReadOnly也就意味着 如果我创建试图是一只读模式 我是不能够通过修改 VWE的值哈 去修改机表 OK 这个就是WithReadOnly的用法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 WithCheckOption WithCheckOption是指插入或修改的数据行必须满足试图定义的约束 如果我的表是有约束的存在 我们已经讲过 比方说检查约束 我说这个ELEM的长度不能超过5 如果我加了 WithCheckOption Option 然后我的ELEM列有个检查约束 长度不能大于5 那这个时候我执行这句话是不能成功的 是不能成功的 因为我修改的这个值Smith2超过了5 这个就是WithCheckOption的作用 好虽然说我们可以通过更新哈 或者是杀入或者是删除试图的数据去影响机表 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 你一次一次这种修改语句 只能影响一个机表的数据 如果它影响到了两个机表的数据 对不起 这个语句是不能执行成功的 好 这个就是创建试图的语法 创建和修改试图的语法 如果我要删除试图怎么做呢 使用JopVU VWE JopVU VWE 没有了 请大家特别记住 我们创建试图 试图的这个紫查询 是可以无限复杂的 可以是N章表的连接 也可以有N个紫查询 那么创建试图的优势就在于 我可以隐藏这个紫查询 隐藏表的机表的来源 隐藏整个复杂性 而且还可以重复使用 我经常要使用的这些数据 这些都是试图的优点 好 到这里为止 我们本次课就结束了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